大家好 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命令解放军 全时待战 这是中国官媒新华社最新的报道 中共中央军委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四日签署了中央军委命令 2021年的一号命令 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 全文如下 2021年全军要坚持以习名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贯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精神 加强党队军事训练工作领导 聚焦备战打仗 深入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全面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 深化实战实训 坚持以战领训 以训促战 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 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 加强应急应战专攻精炼 加强军事斗争一线练兵 记住这句话 军事斗争的一线练兵 哪里是一线呢 现在在印度 在台海 推动战训深度融合 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 就是边训练边作战 是这样的 就是训练和作战 那就是实弹化 就全部都实弹 保证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这个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这句话非常重要 就是现在开始 应该是一个紧急命令 就深化连战连训 坚持以联合训练 引领军兵种训练 以军兵种训练支撑联合训练 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突然 主要我觉得 是不是和咱们在南海 马上要搞的 两期登陆作战有关系 因为大家知道 最近南海 中国120去了 南海岛礁了 075舰也在那边 包括山东 所以南海应该是有事的 有突发事件 应该是有相关军事演习训练 演习绝不是什么 绝不是白演习的 它肯定有目标了 就是有针对性的 针对谁呢 南海地区针对谁 大家可以猜 对吧 他现在 要命令是全军指导 要坚决贯彻 领导指示 不怕苦 不怕死 战斗精神 我觉得现在就是 以开训 作为一个强化训练的 他强调了训练和实战 是什么 是结合的 也就是说 我现在让你开训 实际上你准备战斗 你能理解这个逻辑吧 因为他强调是战训结合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所谓的开训 就是开战 这个事可以这么理解吧 所以我让你天天训 实际就准备 随时打 24小时待战 而全时待战 所以我觉得中央军委 应该是准备 准备 准备 有些大动作 因为你看他这个精神 刚才讲了 对吧 要什么深化实战实训 你看实战实训 坚持以战领训 对吧 以战领训 其实就是什么 我现在有战斗任务 对吧 比如说我有战斗任务 我这个战斗任务呢 要需要哪几步 那么就根据这几步 我必须要在什么 在相关的训练中要加强 所以以训促战 对吧 它是这么个关系 那么现在来看 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 是战争 战争的可能性 哪些方面 印度嘛 对吧 中印边境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南海 还有什么 还有台湾 对吧 就这三块 所以结合来看 就是以战领训 那么我现在是开训 对吧 我现在说是开训 那实际等于是准备什么 准备打仗了 如果训练是针对我的战斗的 对吧 那我战斗可能性就非常针对性 非常有针对性的做训练 那南海 南海现在应该是美军的 美军的挑衅 那么南海会不会中国夺他几个岛 夺谁的岛呢 是现在跟中国挑衅的有可能是马来西亚 是吧 还有谁呢 马来西亚是一个 记住 马来西亚现在一直在什么 反华 他现在国内在反华 一直以为是什么 要一些经济力 但现在发现好不是这样 他应该是有意识形态的 这个老传统 他应该是反华非常严厉的 杨仲敬地区 包括跟新加坡一直在搞别扭 中国应该是要出面教训 就替新加坡要出面教训一下 那教训怎么教训呢 我必须要得手 得什么手呢 应该是要把与马来西亚的相关岛交 相关领土 争议领土要收回 我觉得是有可能做这个方面准备 就看马来西亚是不是像了 对吧 如果要是要继续与中国对抗加强的话 那这个可就不是训练了 应该是实战 中国大家记住 从现在开始的所有的训练 所谓的训练 他说这个报的什么命令 什么什么训练 都是实战 因为他是要全时待战 而且要以训促战 他这个谈法应该明确了 训练就是战争 之前的准备 还讲说 战争和训练 应该是随时可以切换 他还说了 加强战争和作战问题研究 这就是非常明确了 就加强对作战战争的研究 就是要打仗了 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 就非常细 一定要细 细到你这什么 作战预案一定要写明白 然后我针对你这预案练 百练 对吧 加强应急应战 专攻精练 看着吧 更细了 对吧 他非常明确 比如我这个 占领台北 台北比如说这个 西民厅 对吧 西民厅这个 这条街道 对吧 他这个 有几个口 对吧 我手 我控制哪个口呢 能够把整个这个区域控制住 那我这个地方必须要一台 这个什么 九六四吧 假如 那我 我这个 月二零到台北 从机场降落之后 在台北 这个机场 把月二零送到 我这个需要占领控制 这个要点 多长时间 我怎么去 路上如果遇到什么 反抗 我怎么办 这些要点 是不是都作战人员 要必须提前准备的 就是现在要什么 要装工了 装工 哎 你发现我之前抱的 那个什么 坦克巷战 是不是就装工 对吧 就针对你某个巷战要点进行装工 对不对 现在已经开始练了 所以台湾人要明白 现在准备要干你了 可不是说了 一直在干 一直在磨刀 这个磨刀声 我说台湾人能不能觉得肾 这个就是磨刀声 记住这句话 全时代战 这句话非常重要 加强军事斗争一线练兵 刚才谈了一线练兵 推动战训深度融合 实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 这句话非常明确 作战训练一体化 尽管这是开训命令 实际就是开战命令 就是大家准备战斗 确保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这句话再明白不过了 所以台湾人其实要明白 现在不光男孩 台湾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要磨刀 我的目标 要宰的一个目标 我磨刀 磨完刀以后不能不用 所以我现在练完 花了银子练 练完以后我要干什么 干的就是你 要干什么 干的是你 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台军 还是现在赶紧回家 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 不要再在这 拿个枪 买那些逛 有参军 在家里好好呆着 好好呆着 解放了 解放了就完事了 对吧 解放了你就舒服了 对吧 解放了你没有什么压力了 解放了就完事了 对吧 你该当你的 该当你的岛民 当你的岛民 对吧 该交税交税 该活 该活你的 活你的 对吧 也没什么影响 解放那天和你现在 没影响 没区别 没区别 就是蔡英文永远不见了 就这些区别 蔡英文 你会问 蔡英文呢 很多人告诉你 闭嘴吧 这个地方没有蔡英文了 蔡英文是谁啊 隔两代人就不如不到 蔡英文是谁了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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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